中信证券是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之一 在中国证券行业协会最新公司的年度经营业绩排名中 十多项指标排名第一 2015年中信证券开行业之先河 在IT方面实现三大转型 从传统的被动响应业务需求 专项主动的业务创新 从传统的封闭式资助开发 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 从传统的成本中心 转变为计费模式的利润中心 我们来看一看中信证券是如何做到的 从2012年开始 中信证券进行了为期三到五年的IT规划 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两个技术方向 建立自己的金融服务平台 开始为客户提供综合的金融服务 在规划之后 我们就开始建立了基础设施云平台 即S这一层的云计算平台 并且将我们的物理服务器 以及小型机存储 网络这些部分 全都纳入到基础设施云平台 基于基础设施云平台之上 我们开始构建技术平台云 技术平台云就是所谓的PaaS这一层 在PaaS云平台之上 我们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构建软件服务云平台 在软件服务云平台上面 我们建立了很多云 例如私募基金服务的私募hotel的云 为QFIT公募基金和保险机构提供的研发服务 还有众筹 综合理财账户等等这些云 在大数据平台的建设方面 我们从2013年开始建立大数据平台 我们选行领承这么几个原则 第一呢 这个技术平台一定是开放的 第二 技术平台应该是具有一定的产品成熟度 我们认为Puretl是一家技术领先的一家公司 并且它的产品的开放性和成熟度 符合中心证券的需要 因此我们就选择跟Puretl在 人计算和大数据方面进行合作 张伯认为跟Puretl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价值 带来的价值 一是平台的快速交付 二是在平台上面去构建一些新的应用的过程中 我们也得到了Puretl以及Puretl的服务公司的一些有力的支持 IT转型正在为中心证券创造新的业务价值 应该从物理的引eles 一是从物理的引es 轻松上的中心